7-14凌晨,中超夏季转会期正式关闭,由于赤剑杯以及中超转会政策的原因,这个夏季转会期显得过于静悄悄了,金门两队并无大动作,转会期动作最重量级的,无疑是中超霸主广州横打, 先是签下前八七国角塔利斯卡、保利尼奥随后王者归来,这两笔重量级签约,势必会让今年的真冠军团竞争更加激烈,塔利斯卡与塔奥罗罗保利尼奥王者归来相对于恒大来说,真冠军团中的其他球队并没有太大的手笔,只有鲁能和苏宁更换了外援,八七球员格德茨先足后买的形式,加盟山东鲁能,这名21岁的小将,此前效力于巴甲米内罗竞技, 12场比赛9球3主攻,这样亮眼的表现,吸引了包括黑店布尔图等欧洲球队的注意,鲁能此次成功截胡,格德斯也是困难重重,此前上述的鲁能球迷,也终于可以松下一口气了, 格德斯租借加盟格德斯,灵巧过人,苏宁,则是从国敏入意大利国脚,埃德尔,在2016年欧洲杯上,意大利国家队封献正是由埃德尔和佩兰连妹,如今两人又在中超碰面了,埃德尔争冠局势愈发激烈,保级军团正是惨烈,倒数第三的河南建业, 堪称本转会器动作最大的球队,一口气更换了两名麦员,航体之王伊沃回归球队,索菲亚中央陆军神风卡兰加加盟,伊沃自然不必多介绍,卡兰加上赛季代表中央陆军29场比赛,打入25球送出11次助攻,这样的效率堪称恐怖,在国内球员方面,王上元和胡靖航租借加盟,卡兰加排名倒数第二的大连一方,引入了前中超金薛里亚斯科茨, 并牵下大连级球员秦升和近鹏翔,倒数第一的贵州横峰,只引入了中卫玻璃,11场比赛紧急4分的贵州横峰,保级难度很大,天津全剑和天津泰达动作并不大,全剑方面只买断了莫德斯特,并不交了调节费,内援方面没有动作,近赛期指的张修为和前于秒重回名单,泰达方面从国安引进了重庆C罗张十明,并不包了U23小将谢维军, 近赛期晚的张修为重庆C罗